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鲍鱼身手来说 鲍鱼肉质肥厚 营养丰富 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火候 是没法把鲍鱼做到软来入味的 但据说市面上有一种及时的 还带着溏心的鲍鱼 简单加热就可以食用 鲍鱼如何带溏心呢 编导打算试一试 叫来朋友一起品尝 所谓溏心鲍鱼 就是这种金灿灿的 像荷包蛋一样的鲍鱼 而且用刀切开 内部有种溏心蛋的质感 很软糯 尝一尝这个味道 哇 你看它中间怎么有点像溏心一样的 这种溏心鲍鱼的口感 跟我们平时吃到的 有韧性的鲍鱼截然不同 那普通的鲍鱼 是如何变成了 拥有软糯口感的 及时溏心鲍鱼的呢 设置组根据包装上的地址 前往福建省进行夙愿 东山县四面环海 境内海岸县曲折 水质洁净 气候温和 非常适合鲍鱼养殖 人称鲍鱼岛 在海边 我们打听到了 当地人称齐哥的鲍鱼养殖户林宗祺 表明来以后 林大哥说 要带我们去见一种特别的鲍鱼 快艇行驶了五分钟 我们的身旁出现了一大片竹筏 终于能见到鲍鱼的炉山真面目了 就是这个盆里面 就在这里面 它里面鲍鱼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不一样 你看 这也太大了吧 这是鲍鱼吗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鲍鱼 你看 比我的手还大 就它的眼睛 就它的嘴巴 看我把手放上去会有什么反应 它这个鸡肉太强了 300多克 它在一头半 在行业内 人们普遍用头数来鉴别鲍鱼的等级 一斤能称几个这样的鲍鱼 就称它是几头鲍 普通的鲍鱼 大都在十头左右 能达到两头的鲍鱼 就算得上是极品了 个头大 西腹里超强 还会自己翻跟斗 这样的鲍鱼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它是一个新品种 现在团队研究出来的 它的鞋品是叫立盘鲍 然后我们养殖物都给它 叫做黄金鲍 黄金鲍它的特征就是 口边上很光滑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你看 它的肉很回板 旁边都是金黄色的 可是我们通常了解到 越大的鲍鱼 越不容易做得软烂 那这种大个头的黄金鲍 真的是我们吃到的 软烂的及时鲍鱼吗 那这个唐心鲍 应该不是用这个做的吧 是用这个做的 是用这个做的 你是骗我的吧 这个这么大 而且肉质这么紧实 像这个的话 它比较小 而且是很软糯的 怎么可能是这个做的 没骗你 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下 根据齐哥的提示 我们来到了 当地唐心鲍加工厂 没想到 工厂的负责人小翟 上来就给我们安排了工作 我们现在来制作一个鲍鱼项链 鲍鱼项链 对 针从头部下面穿进去 这里 对 然后是 出来 对 这里出来 然后从尾部穿出来 这里 这样 然后就一直穿鲍鱼是吧 对 姐姐们 过来吧 鲍鱼之间不可以挨太近 稍微远一些 慢一点 这样的操作 让我们越来越迷惑了 煮完后的鲍鱼 已经够紧实了 擅一下 岂不就更硬了吗 而且俗话说 海鲜吃的就是一个鲜 不赶紧趁新鲜卖了 晾在这里 岂不是暴殿天雾了吗 小翟告诉我们 有些海鲜需要趁新鲜吃 有些海鲜需要时间的沉淀 这就是晾晒了一个月的鲍鱼 隔头似乎也小了不少 这个真的是变小了 我们拿出一只干鲍 和一只与它同等规格的 新鲜鲍鱼进行对比 发现它的大小 几乎缩小成了原来的八分之一 而比起晾晒前 它的重量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 这缩水后的鲍鱼 终于和溏心鲍鱼有几分相似了 可是这样一个坚硬的 可以磕掉大牙的东西 要怎么变得软弱起来呢 硬硬的干制鲍鱼 如何变成软弱的溏心鲍呢 那就需要依靠粤菜厨师的手艺了 将干制的鲍鱼放入清水中 泡发五天左右 泡发后的鲍鱼又恢复了弹性 可个头却回不去了 刚好就跟我们买到的 溏心鲍鱼一样大 原来之所以必须得用 巨无霸的鲍鱼来做溏心鲍鱼 就是因为它在晒干和泡发后 会严重缩水 如果用普通鲍鱼做的话 做出来可能连腮牙缝都不够了 那么减肥成功后 鲍鱼要如何最终变身 溏心鲍鱼呢 这个是老母鸡 排骨 金划骨腿 鸭掌 鸡脚 干贝 猪瘦肉 猪龙骨 这些配料都是来做鲍鱼的 八种配料处理后放进锅底 加入浸泡好的鲍鱼 小火慢炖 将鲍鱼放入砂锅内大火收汁 溏心鲍鱼就做好了 这个煮了两天之后 真的鲍鱼完全就变软了 对 对 对 然后感觉这里面有很多 浓浓的汤汁在这个口气里面 嚼起来就可动有个回香的味道 没想到 几分钟就可以加热即时的溏心鲍 背后竟然有这么复杂的工序 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才能生产出味道口感和速度坚固的汤心鲍 吃完了东南沿海的鲍鱼 我们再去西北尝尝草原羊 羊肉 以肉质细嫩 味美鲜香的特点 赢得了不少人的偏爱 而羊肉中的贴骨肉 羊蝎子 可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羊蝎子骨多肉少 大多采用长时间闷煮的方式 使其肉质软烂便于脱骨 这种做法也被称为羊蝎子火锅 现在市面上 有种十分钟就能上桌的 羊蝎子预制菜 味道能达到 现做羊蝎子火锅的标准吗 可以看到这个锅里面 现在已经也是开得非常彻底了 把它关掉 这个打开以后 就可以闻到这个香气扑鼻的味道了 这个看着呢 这个肉应该是都熟了 我来尝一尝它这个味道 这个吃起来还真挺入味的 而且这个肉也是非常软烂的 这个味道跟我以前吃过的羊蝎子比呢 好像还更香更浓郁了一点 真没想到这一大锅的羊蝎子 真的可以十分钟就已经做好了 满满一大锅的羊蝎子 也就煮了十分钟 就能获得鲜美入味的舌尖享受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十分钟上桌的羊蝎子 用的又是什么羊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根据包装袋上的地址 进行溯源 牧民骑马都追不上羊 羊的身体素质不一般 西陵公勒草原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中部 西陵公勒蒙境内 草原面积17.96万平方公里 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也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编导和牧民走了二十多分钟 才看到羊群的身影 看了没有 你看一下 我手在那个旁向 看到没有 这个 找到他们了 这么远 对对对远 没关系 你在这儿等我 我给你赶我来 为了能近距离看到羊群 牧民骑上了马 开始赶羊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这些外表看起来呆萌十足的西陵公勒羊 抛起来却像运动健将 西陵公勒羊 属于散羊的 因为它是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 就是我们就现在 我都骑马也抓不到的 羽羊打了二十几年交道的牧民 也对他们束手无策 看来西陵公勒羊的体能 还真是不错 西陵公勒羊 属于蒙古羊品种 是在当地条件下经过长期选育 形成的一个优良类群 具有生命力强 体型健所的特点 广阔肥沃的草原环境 一方面促使西陵公勒羊多运动 身体壮 揉着紧实 口感好 另一方面 草原上丰富的中草药和优质木草 也让西陵公勒羊多运动 更富有风味 了解了羊蝎子的选材 那当地传统的羊蝎子 是怎么做的呢 大概多长时间 能做到软烂入味的状态呢 首先将羊蝎子泡入清水中 加入白醋 浸泡一个小时 可以减少羊肉的腥山味 还软化羊肉 然后羊蝎子冷水下锅焯水 撇去浮沫后 就可以放入高压锅里进行压制了 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 另一边可以把备好的调味品 放入油锅里进行炒制 炒出香味后 在锅里加入温水 炖煮20分钟 把压制好的羊蝎子 放入炖好的汤汁里 一起炖煮 15分钟 大火再转小火炖10分钟 一共用时 两个小时15分钟 这不禁更让我们疑惑了 这10分钟就能上桌的羊蝎子 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前往了下一站 继续溯源 跟随负责人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羊蝎子加工车间 刚到这儿就看到工人 正在将分割好的羊蝎子 倒进一个大锅里 难道说这一步煮制 就是10分钟能上桌的秘密吗 这上面还冒着热气 哇 这么一大锅 这里面就是煮的这个羊蝎子 其实现在锅里的蝎子已经熟了 羊蝎子我捞一个 你尝一下 已经很香了 哇 这个拿到 闻着还挺香的 直接尝一口 哎哟 哎哟 不对啊 这个肉还是很生的呢 这个没熟吧 原本以为 这香气四溢的羊蝎子 已经是煮好了的 但这么一尝 却出乎意料 一般来说 这羊蝎子煮好了 它的口感也就定型了 无论再怎么加工 都很难改变它的口感了 可现在吃到的羊蝎子 还是很硬 达到这个程度 是做不到10分钟就能上桌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改变了羊蝎子的口感呢 其实在煮制的阶段呢 我们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已经完成了 这不禁让编导纳闷了 肉还是硬的 却不再继续煮制了 正当我们疑惑的时候 一个大家伙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这里面是什么呢 这里 这些就是刚才煮的羊蝎子 原来 这些铝箔带里装的 就是准备最后包装出厂的 羊蝎子了 这种带包装的羊蝎子 会和锅里煮制锅的羊蝎子 有所不同吗 编导随机拆开了一档 来一探究竟 这回你可以尝一下 这回这个肉质好像就已经烂了很多 而且都有点脱骨的感觉了 之前吃到的羊蝎子 口感还是干硬的 为什么从这个大家伙里推出来的羊蝎子 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难不成这个大家伙里 还藏着什么特别的秘密吗 煮完之后呢 用这个大设备进行了一个 二次的一个熟成和消毒 高温高压去灭菌 经过121摄氏度的高温杀菌工艺 既是灭菌又是二次熟制的过程 滤箔包装把羊蝎子的鲜味和香味 牢牢锁住 因此消费者在家中 直接拆开包装再下锅 羊蝎子的美味就直接呈现出来了 这就是羊蝎子十分钟上桌的秘密所在 除了餐桌上的快手硬菜 好多及时的小零食也深受大家的欢迎 开袋及时十分方便 及时扇贝肉就是其中之一 怎么样这个好吃吗 好吃 没想到扇贝还有这种包装这种吃法 那您觉得口味怎么样 很鲜 很鲜 像我们这种不会做海鲜的人 吃着非常方便 这种海鲜作为零食 孩子吃起来挺健康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种包装的零食 它的保鲜度怎么样 虽然这种扇贝肉的口味 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但同时消费者也提出了对新鲜度的担心 毕竟像扇贝这样的海鲜 都是极容易变质的食物 编导将新鲜扇贝在室外放置 不到一天就已经发臭腐败 厂门下 新鲜扇贝的变质速度如此之快 而及时扇贝肉的外包装上 却明确写着保质期九个月 平时放一天就会坏的扇贝 究竟是怎么保存九个月的呢 根据包装上的地址 我们出发前往产地 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 一探究竟 刚补的扇贝不开壳 流水先作业 还得靠人工操作 一路上 设置组换成了多种交通工具 终于到达了这片 生产扇贝的海岛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 黄海北部海域 水产丰富 其中虾仪扇贝 更是这片海域的佼佼者 边岛找到了当地的渔民孙大哥 跟着渔船一起出海 去寻找做及时扇贝的原料 虾仪扇贝 船停下后 今天的扇贝捕捞正式开始 扇贝 怎么扇 提起来吗 看看 扇贝吧 往上扒 哇 哇 好扇 哎呦 跳下去了 哎呀 哎 哇 这一楼得多少斤啊 这一楼快得有六十多斤 六十斤 哇 哎呀 天呐 还得加上水 哇 重达六十多斤的网龙 从海里拔起 满满的扇贝 被轻倒而出 不一会儿 船上就堆码了新鲜的扇贝 可是边岛经过仔细翻看 发现这扇贝 有点问题 这壳怎么都是 闭着的呀 这怎么都不张口啊 平时我们判断扇贝 是否鲜活 首要看的 就是它是不是 能自如地张口闭口 可是 这些刚上船的扇贝 为啥都紧紧闭着口呢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 死壳扇贝吗 因为它上了 刚刚一上来 它不缺氧 所以它都是闭着口的 你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自然长了 自然的 这时候它脏壳 脏壳之然长了 它没有脱发 脱水扇贝 原来扇贝的状态 还根据新鲜程度 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在船上看到的 新鲜扇贝 因为刚出海 不缺氧 所以都是紧紧闭着口 而脱离海水一段时间后 有点缺氧的扇贝 就会张口闭口 反复变化 而极度缺氧死亡后的扇贝 又会回到紧闭贝壳的状态 就连煮熟后 也不会打开 这样的扇贝 是不再新鲜 绝对不能吃的 为了检查 新补上来的扇贝 是不是真的新鲜 编导准备 现场开一个看看 把扇贝的群边 去掉 扒掉 这些都吃不了 可以吃 在这要经过 加工熟 在这扇贝丁上 可以正常 这扇贝丁可以直接吃了 可以 可以直接吃 尝尝这个扇贝丁 好鲜好甜 对啊 它是不是一种甜 没有还是一种咸的味道 一点腥味都没有 对啊 没有腥味 就特别鲜 特别甜的那个味道 而且口感软软糯糯的 对对 好好吃 有了新鲜的下一扇贝 是做及时扇贝的第一步 那新鲜扇贝的保鲜漆 到底是如何被延长的呢 设置组跟随着运送扇贝的车 前往加工厂 继续溯源 进入工厂里的扇贝 全都是流水线作业 清洗 开口 去壳 蒸煮 一气呵成 鲜扇贝变成了熟扇贝 可是 编导将蒸熟后的扇贝肉 在室外放置几个小时 就出现变干变味的情况 扇贝即便做熟了 在常温下 还是撑不过一天 即使扇贝肉 延长保鲜漆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呢 编导跟着孙大哥 来到另一个车间 这里的忙碌 让我们大吃一惊 可是 这到底是在干啥呢 去内脏 去内脏啊 去脏 对 要把这个黑色的部分都揪下来 对的 这块黑色的部分 就是扇贝的内脏 里面是扇贝的排泄物 和未消化的食物 彻底清除扇贝的内脏 也是延长及时扇贝保质期的关键 为了保证每个扇贝的内脏都去除干净 必须人工操作 接着 接着还是流水线作业 将扇贝彻底清洗 真空包装 然后进行及时扇贝保鲜的最后一个步骤 高温杀菌锅 在高温杀菌锅中 已经被真空包装的扇贝肉 再一次接受全面的消毒灭菌 充分隔绝袋内的空气 延长了扇贝的保质期 还锁住了鲜味 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 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炎热的夏天 这些精致的快手菜 开袋及时的小海鲜 并会让心急的食客们 吃得美味 吃得健康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纸盘中餐 追根素颜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